红色的泰勒客运车辆一般般经过中山区复兴路 这是因为预定今年年底又有一条由泰勒客运经营 从大庆大城社区出发 经过中和路复兴路等到台北市行天宫 新增加的1550B客运路线 不过因为在德安路口站虽然有设站 但是在红绿灯路口前 而且没有适当停靠地点 担心许多通勤族会骑乘机车来这里停放 再搭1550B客运 造成当地交通和停车乱象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邀及市政府交通处 泰勒客运等相关单位人员 以及中和里长苏彩雪和德和里长 曾盛为办理会堪 希望增设其他停靠站分散 来这里搭乘的人潮 我们现在位于就是我们的德安路口站 那我们大家也看得出啊 这边并没有一个后车停 而且主要都是我们商家林立 那如果集中二三十个人在这边等候车辆的时候 一定很容易造成交通的拥塞 尤其它又是接近我们的红绿灯路口处 那到时候发生交通意外发生 是更大不乐见的 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增设这几个后车站 我们共同来召开了会堪 就是希望可以再增设统一新城 我们大树药局包含我们立井山庄 山林松敬带天公那边 这几个的停靠站 然后来符合我们中山区通勤组的需求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开乐客运 把我们民众的需求 然后重新提出给我们的台北市监理所 到时候并由我们金融市的交通处 来去做审核同意 那未来我相信如果增设这几个停靠站之后 它可以彻底的来去解决掉 我们中山区通勤组的需求 也可以让我们有更便利 前往台北的路线 张炳君希望年底1550B路线正式运行前 可以先做好各项交通动线 以及乘客搭乘的规划和准备 让这条新路线圆满顺利启用 协助改善中山区通勤组的需求 并且有效载运台北来的游客 来基隆中山区带动当地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